大家好,我是艾特教育的孙老师 主要教的是SAT的阅读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SAT阅读里面二次推断的这个问题要怎么去避免 老师,到底什么是二次推断?好高级的样子 这个二次推断这个问题是大家在阅读理解当中都比较容易犯的 主要是在词语作用题和这个小说里面比较容易出现 那么到底什么是二次推断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四种说法 一个叫侧面描写,一个叫欲擒欲擒,还有烘托衬托和展望未来 这四个写作手法呢都是语文和国文阅读理解里面 老师比较希望大家能够get到的 但是呢,这四个手法在英语阅读理解中是一定不能出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其实总结起来都是发散的去描述了主题 那什么叫发散主题呢?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首先第一个,什么叫侧面描写 就比如说我想要描写你这个人 但是呢,我不直接去说你 我通过别人对你的看法 你爸爸妈妈对你的评价 来从侧面体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再比如说什么叫欲擒欲擒呢? 比如说我想要抒发某一个人物的感情 但是呢,我也不直接去说这个人 我可能先对警务进行一段烘托 然后来达到这个抒情的目的 那这些呢,在语文里面都是很好理解的 但是放到SAT阅读里就是不可以的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一段话 叫窗外的雨哗啦啦的下 狂风呼呼呼的吹 雨点砸在玻璃上框框框的响 然后小王坐在窗前 盯着雨帘陷入了沉思 这么一段话其实很直白 很好理解,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现在出一道题 这个题叫做文中的哗啦啦呼呼呼 和框框框有什么作用 大锤,你觉得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我懂 不就是告诉我们小王这个人很悲伤吗? 大锤,你这就犯了一个 大部分学生都会犯的问题了 你想想看 这个哗啦啦呼呼呼和框框框 它们三个是什么词? 形容声音的词啊 对,这三个呢 在中文里都叫拟声词,对不对 那它如果我这段话变成英文 它不还是拟声词吗? 对吧 这个拟声词它是用来形容什么的呢? 是用来形容环境的 所以说你用一些形容环境背景的一些词 是没有办法体现到这个小王同学 他现在非常的深刻 或者他现在非常的悲伤 这些情感全部都是你脑子里面脑补出来 添加上去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对于主题的发散 那这道题的答案到底应该填什么呢? 有两种 第一种你可以说 这里的作用是在用拟声词来描述环境 是不是挺傻的 但是这个就是这三个词本身的作用 那第二种情况呢 你可以根据这三个词本身的作用稍作延展 就比如说这三个词都是用来体现 天气不怎么好 或者环境比较嘈杂 这些都是OK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上点难度 我们来看一道英文里面 SAT真题里的阅读 它这种类型的题目是怎么出的 首先呢我们先审一下这个题杆 题杆里面我标黄了三个词 然后它在问你这三个词或者词组的作用 对不对 第一个叫 bristling hairy legs of giants 第二个叫magically draped 第三个叫 masquerading as witchy tresses 大锤你知道这三个词它本身是什么意思吗 这些词好难啊 我一个都不认识 大锤这你就太小看自己了吧 这个里面的magically和witchy应该还是认识的 对不对 magical叫做魔法的 然后witchy它是witch的形容词 就是女巫一般的 所以呢这两个词给我们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比较魔力无限 然后比较很fantastic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到文章里面去看一下 这三个词组它分别修饰的是什么 在文中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词在文中已经被我标黄了 第一个词呢前面有一个like 说明它是一个比喻 我们只要去找到它的本体是什么 它到底比喻的是什么就ok了 那么往前看一下会发现 它说tree trunks witch or butterfly pelt 这个pelt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蝴蝶 它会有一个比较恶心的退皮的那个过程 就是蝴蝶退下来的皮 层层叠叠叠的叠在了那个树干上 把这个树搞得像是一个巨人的毛腿 ok 所以第一个这个毛腿 它形容的其实是有蝴蝶皮的树 那么第二个这个magically draped 它其实是修饰前面的butterfly forest 对吧 这个butterfly forest 它被一些很黑的很暗的一些蝴蝶群 给cover住了 这个draped就等于covered ok 那么第三个词 这个masquerading as witchy trusses 里面有两个词呢 我们是需要先认识一下的 这个witchy刚刚大锤你应该是认识了 对吧 那么masquerading呢它表示模仿的意思 然后trusses你可以把它理解成long hair 所以这里就是好像在模仿女巫的长发 那么它修饰的是什么 是前面的这个clusters 所以这三个词 有两个是在说她和她妈妈去森林里看到的树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说的是树上的这些蝴蝶群 那么我们整体看一下这一段 上来呢先说这个preston 她是这个小孩子 她和她的妈妈去这个树林里面看蝴蝶 然后呢她拉着妈妈的手不放 就像是在过马路一样 ok 那么后面修饰的是 他们在森林里看到的树 还有蝴蝶褪皮这样的一个壮观的景象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刚刚 回去看一下刚刚那道题 我总结一下啊 这三个词分别讲的是树 树和蝴蝶 那么现在大锤你觉得这道题应该选什么呢 选地 哪有这么神奇的树林 肯定是这个小孩自己想出来的 大锤 你怎么又犯了刚刚的老问题了 那这里这三个词 我刚刚说了 形容的是树 树和蝴蝶 有一个是跟这个小孩有关的吗 没有对不对 所以你不可以通过这个树啊和蝴蝶的描述 来直接推测到这个小孩是不是想象力丰富 你想想看 如果你选地的话 你是不是在假设一个点 就是这个树林其实不存在 这个树林其实没有这么壮观 但是文中有没有告诉你这个树林实际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是没有的 而且我们刚刚这一段警务描写 完全没有说到是从谁的视角进行描述的 说明它就是一个客观的蝴蝶褪皮的景象 可以理解吗 那么这道题应该选什么呢 应该选A啊 A什么叫otherworldly 就是表示这个地方的景象比较神奇 比较魔幻 它可以对应到原文里面的magical和witchy OK 那么其他几个选项都有比较离谱的地方 关键就是你一定要抠准这个描述对象 是树林就是树林 你比如说像B和D 它离谱在哪里 因为完全没有涉及到character 不管是这个妈妈还是这个小孩 那么C选项离谱在哪里呢 刚刚那一段就是一个警务描写 它不是一个serious matter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 稍微更难一点的立体 希望这次你能挑战成功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杆 题杆里面我也是标黄了四个词的 这个assaulted invasion encampment和army 那这四个词里面呢 有两个你是肯定认识的 这个invasion和army 我们上节课刚刚讲过 对吧 invasion叫做入侵 army叫做军队 另外两个词 不认识也没有关系 因为只要考到这种需要理解的作用题 题杆里所有的词 全部都是敬意或者同意的 你只要认识一两个就可以了 那么这四个词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应该给我们的是一种比较aggressive 或者比较负面的一种压迫的感觉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文章里面去看一下 这四个词到底什么意思 同样它的描述对象是谁 可以看到这一段文章是比较长的啊 这个四个考点词我已经标了黄色 那我们先看一下它周围的一个语境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会看到上面这一块有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小山村里要修一条路 然后这条路呢通过的地方 这个m的家庭它开了一个小店 OK 那么接下来修饰这几个词的周围 分别是正面意思还是负面意思呢 可以看到 上来第一句话 其实就已经给整个文章定向了 这个第一句话说的是 his friends and he agreed it was a malevolent growth 这个malevolent它的意思是 就是负面的 不太好的 因为mal这个前缀表示的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 OK 那么这是一个定向的一句话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这四个词分别的描述对象是谁啊 第一个assaulted和这个invasion 我们可以往后看一下 你会发现后面在说 汽车有毒的尾气 把它的鼻孔都要堵住了 然后呢 后面还说这个汽车的引擎声啊 把它的耳膜都要震碎了 这个后面它是两个感官描写 所以修饰的其实是 这条路修好之后 给它的这个senses 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那接下来 后面两个词呢 后面两个词 encampment和army 周围首先我们看它的正负像啊 encampment后面有一个词叫做 scratched away 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表达 就说他们好像就在这个 这条路啊 带来的人好像就在这个山村 安营扎寨了一样 就抢夺他们的地盘了 懂吧 那么后面这个army呢 它呃 如果你这一句看不出来 你可以往后看一句 这个army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是整个树林直接被吞噬 被砍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去生活 所以整个这四个词 周围所有的表述都是负面的 不管是前面的概括 还是后面的结果 这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这四个词它的修饰对象是什么 前两个是那条路上带来的交通 后两个是那条路 所带来的四面八方的人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道题 你觉得选什么 刚刚这道题 大锤觉得选什么呢 选B 就是要选直白的选项 哇 大锤你有进步了 这个B 为什么很直白呢 就是这个后面的military siege 它其实是什么 它就是对提干的这四个词的一个概括 对不对 那么什么叫compare to compare to就是把什么比做什么 把什么和什么相联系 OK 那么整个B选项的意思就是说 它这四个词的作用是把修的那条路的后果 和一场军事袭击相联系 相比较 那么我们刚刚通过原文可以知道 修这条路的后果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它的感官很受罪 第二个就是这个山村里面感觉像是被人抢夺一空 这个山村里面的树和里面的这些人都很受罪 对吧 所以这个选项是非常直白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其他选项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你会发现 A C D 三个选项还是犯了一个最明显的错误 它们都产生了描述主题的一个偏移 比如说A有没有讲到除了这个he就除了那个manic以外的其他村民呢 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你不可以说这个是villagers他们的共同的反应 接下来C选项整个叙述里面提到了它的感官提到了这个山上的树被砍了 但是有没有提到他们家那个店是没有提到的 OK 那么D选项呢 里面有一个嘲讽一个概念 那这个notion后面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大家觉得这个阵子是可以永远不变的 这个概念在刚刚原文中是不是也没有提到 所以呢我们通过上面两道真题里面的立题分析来稍微总结一下 这种作用题尤其是小说里面的作用题 要怎么样的一个做题步骤才能够最大概率的去避免二次推断 你只要分两步走就可以了 第一步一定要去审好题 永远不要去忽视审题在SAT阅读中的重要性 那么你在审题的时候呢要注意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去了解一下词语的本意和感情色彩 那这个我刚刚也说了词语的本意呢 如果它这个题目里面出了一大箩筐 你只要认识一两个就可以了 那什么叫感情色彩 就比如说刚刚的magical和witchy给我们的是一种fantastical的感觉 然后呢刚刚的army和invasion给我们的是一种aggressive或者negative的感觉 这个就是感情色彩了 接下来第二步把审题里面的这些词带入原文去找到描述对象 这一点非常重要 正确选项一定是根据描述对象有关的 不能够进行任何的发散 那么最后你能得到的答案会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叫做它的修辞作用 比如说用A形容B或者用什么描述什么 也就是我说的很傻的选项 那么第二种情况叫做情感作用 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用A形容B来带入语境去引申一下 这样的形容到底能够体现出正面或负面或魔幻或怎么样的作用 这样可以理解吧 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如何在作用题和小说阅读里去避免二次推断 因为时间实在是有限 今天的讲解呢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SAT阅读的信息 可以点击爱特教育的官网来收看我们的更多视频 谢谢大家